您可制作面条无锡使用面条机 所有步骤都是手工完成的 使用擀面杖铺开面团 然后用刀切 我想教您展示如何制作手擀面 这是四个人的材料 您可以在我的网站上找到指令表和其他食谱 在220毫升的水中 稀释1茶匙圆 放500克面粉在一个搅拌碗中 混合时将盐水慢慢地倒入面粉中 油成球 包它起来 静久30分钟 然后油粘三分钟 再静久30分钟 面团变得越来越有远 油粘三分钟 然后再静置 这就是一个小时 现在开始铺开面团 分它成两粒球 留一粒在保鲜膜中 同时铺开另一半 在桌子和面团上 撒上玉米淀粉 用擀面杖 铺开面团成一个小圆盘 均均均地卷面团在擀面杖上 要铺开面团 就向前转上 永不向后转下 当把面团拿回来时 抬起它 转上时 我的手先压在中间 然后再压向擀面杖的两端 重复4至5次 展开面团 并旋转四分之一圈 重复几次相同的操作 直到握着3毫米的薄片 为了使面团铺开 您可以不时塞一点淀粉 面条的大小 取决面团和切面条的厚度 切之前 这面团片的两面 撒上够多的淀粉 这样可以防止面条 这样可以防止面条粘在一起 就这样遮面团片 切成两半 切成两半 现在切面条 面条的宽度 取决于您的口味 在这里 在这里 我切了3毫米宽的面条 最后 最后 在处上撒上淀粉 并摇晃属其分开 手擀面团 手擀面准备好了 您可以立即使用它们 也可以在冰箱里放两天 或冻绝它们 对于任何食谱 面条都应在大量开水中 终于煮 煮它们的时间很短 它们很快煮熟 一旦它们浮上来 就将它们取出 之后 可以把它们炒 汤中使用 或一旦混合 感谢您收看并分享我的食谱 再见